新浪博客有篇文章 从政府来看 一心为了钱 不顾本国资源枯竭而大量出口挣外汇 不顾环境污染和土地成本而优惠吸引外资 为了钱 把劳外星的血汗钱投进了美国的两房和国债 购买石油 粮食 铁矿石等大宗商品 一买就涨 买完就跌 亏的是一塌糊涂 花钱买和谐 买和平 以为给了钱就可以摆平一切 各行业 各部门 跑步前进 为单位创收 是主要目标 为钱而巧利明目 横征暴廉 什么事业 什么责任 都被钱所代替 官员们行贿受贿 为上一个台阶 获得到更多钱而奋斗着 商人们为了钱 染色馒头 红心鸭蛋 毒大米 瘦肉精 从吃到穿 从行到住 假到家了 黑到家了 满脑子除了钱 还有什么呢 明星为了钱而走穴 教授为了钱而拉项目 学术造假 老师为了钱而办课外补习班 医务人员为了钱而收红包 拿回扣 种菜的为了钱而乱打农药 种果树的为了钱而打早熟记 为了钱不择手段 假文凭假警察 假和尚 假服装 毒食品 假药 假酒 无不是为了钱 假假假 整个社会好像进入了假时代 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 文章说 一切向前看 让社会的价值观变了 人的思想道德也变了 衡量人的价值也变了 人们认为成功的标志就是 官做得大和钱挣得多 在这种价值观的驱使下 一切为了钱 只为钱而活着 为钱而失去道德良心 为钱而失去气节和做人的底线 社会需要什么 国家需要什么 人需要什么 难道仅仅是钱吗 凤凰博报 有一篇署名 王思想的文章 对中共多年来 打着改革的名义 掠夺百姓的做法 评论说 许多人有个错觉 仿佛老百姓总是拥护改革的 利益集团 则是改革的阻力 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因为改革 变成了利益集团 对老百姓的掠夺 税制改革 政府从此富起来了 就业制度的改革 老百姓得竞争上岗位 官员却能稳步升迁 原来打破了我们的铁饭碗 为的是让你们抱上金饭碗 金融改革 银行享受暴利 国企贷款丰厚 私企无钱可贷 老百姓则享受通货膨胀 国企改革 加强垄断 发改委配合涨价 住房改革 工薪阶层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 医疗改革 有人享受无限度的公费医疗 有人一场病就导致一贫如洗 教育改革 不用说了 太悲惨了 咱们再看一些具体的改革 电价改革就是电价上涨 水价改革就是水价上涨 成品油定价改革就是汽油价格上涨 税制 住房 医疗 教育 几大改革的悲惨后果 让老百姓认清了 权贵们所谓改革的真实意图是掠夺 改革如今已经完全蜕变成掠夺的同意词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官员喜欢改革 满眼放光的试图的进行一个又一个改革 恨不得年年改 月月改 天天改 老百姓则反对改革 感觉就像关在笼子里 一次次被抽取胆汁的黑熊 惊恐的看着权贵们高举着一把名叫改革的大刀 一步步向自己走来 文章最后说 没有政治改革做前提 经济改革必然成为一场野蛮的掠夺 加强行政垄断 加固政府权力 加肥政府腰包 大家应该看清楚了 官员拥护的这种改革 其实是只改经济 不改政治 也正是如今老百姓反对的所谓的改革 古代文明の幕開けから 人類の文明を導き 未来を切り開く ニュールネッサンス 人類亡き壮麗な絵画 最も純粋な絵画 想像を卓越したスケール 新全民国際美術展 5月19日から6月10日まで 広島東広島にて開催 広島東広島